iPhone16马上就要发布 那以往的14破罗麦克斯跟15破罗麦克斯 当下来说那一款最值得入手 来到我左边的这台是14破罗麦克斯 右边这台的话是15破罗麦克斯 我们分别把它充电都充到了100左右啊 然后这个是99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电池效率 这边是99 这个是97 那接下来我们测试下他们的跑分来看一下 首先在跑分之前呢 我跟大家讲一下 目前这个跑分软件呢 也是大家比较权威 比较有代表性的 这个软件跑分下来大概在10分钟左右 十分钟以后呢 我们来观察一下它的耗电量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跑分开始 很明显的看到十五破罗麦克斯是157万左右 十四破罗麦克斯是149万左右 说实话就差了10%还不到 苹果十五破罗麦克斯 苹果公司真的太抵押高了 打开app的速度 我们来看一下 在打开app速度之前呢 我来跟大家讲清楚讲 目前这两个的系统是多少 ok 可以看到这台是17.61 17.41 都是17系统的啊 我们来看一下跑了一圈之后 坚持 95 93 ok 基本上是差不多接近的15破罗麦克斯 还都耗了一格左右 没毛病吧 再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它的app加载速度 开抖音 打开起 打开西瓜视频 打开币档 打开会议 打开会议 WPS 打开微博 打开微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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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明显的看到使用破罗麦克斯 稍稍的要快个14破罗麦克斯 因为它的运行内程是8个G 我们打开后台的时候 说实话 他们已经慢慢的速度越来越明显了 说到这里 我们再打开游戏加载速度 再按下加载速度确定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加载速度 OK 15破罗麦克斯 中文版双卡的是在2500左右 而使用破罗麦克斯 恰恰的贵一千 也就在6500左右 关于这两台机型的话 你非怎么去选呢 就差个这么一点点的功能 如果你们要选择这两款机器 还有什么疑问的话 可以写在冰箱处 没关系 拜拜